如果沒有戴手套就像這樣 一倒這裡 這兩邊的變白 腳直層特別厚 因為它很容易破 對 一下子就破了 破了就去進水就湊 這個是實用矽膠 沒有湊味 第二 它的韌性比較強 不容易破 它是軟毛刷 它不會破壞你的浴缸 對 還有你要刷什麼樣的縫隙 它都伸得進去 不用刷子了啦 對 我就是這樣說 而且好乾淨 外面在出力 裡面沒出力 不用太用力 你的手不用出力 借力使力 就是關節也不會變粗啊 它要脫 放在這個手槌上 洗泡沫 你看 這好厲害 趕快來刷 就是你把它抓一抓 好方便喔 那油垢馬上就被刷掉了 而且 排水孔 來 伸進去 你就這樣子 超乾淨的 那天電風扇有沒有 我還洗紗窗 你知道嗎 就讓小孩戴著 超好用的 你就乾乾淨淨了 刷毛不會變硬 不會變形 做掛光亮張 好貼心喔 這個不沾鍋不能刮 但是媽媽不知道 等它洗完才知道 所以用手套啊 用這個手套啊 啊 不斷燙 因為它是食用矽膠啊 它耐熱到160度 洗餐具 隔熱防燙 還有洗狗 我的同事說 洗狗超好用的 你看它彈性多好 食用矽膠說 它的甜度是很甜 網友熱情的討論 不會卡油屋好清洗 加後也很耐用 清潔是很乾淨的 安全性也一定要做到 耐熱度我們160度